我們要先把檔案存檔 待會這邊 檔案因為我們的第一行標題就是這個字 所以它會認中間沒有認成鑽舵的符號 如果你中間自己畫有一槓線它就不可以喔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檔案儲存或令存 都是會回到我們的令存存桌面 它會預設就是我們剛才的第一行字 那請各位在後面點一下 加上今天日期好了1024 然後簡號加上你的名字給我 你的名字記得要選字選完之後才按Enter喔 因為你的名字它會不記得 所以你要自己選完一個字就確認虛線已經變實現了 最後全部的字變實現了才可以按儲存 所以Enter應用在這邊很重要 按存檔儲存 這樣你的上面的檔名就出現了 如果你發現你的檔名錯誤了 請各位一定要叉叉關掉 叉叉關掉的時候來到你的桌面去找這個檔 按右鍵重新命名 要改名字一定要檔案關掉才可以改名字 理解意思 所以待會請各位查看一下你的檔案有沒有成功 再打開來這樣就可以了